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冲击很大 你当时人在欧洲是吗 我当时在巴黎的那个圣兴大教堂 就在教堂里面 在去这个教堂之前呢 我去拍那个罗浮宫 你到现在罗浮宫做了一个消失的图案 就那个金字塔画了一个楼 那这个穿过去呢 就好像那个金字塔像不见了一样 那我去那里拍 拍了以后呢 我好玩吧 我就把这个发上去 发上去我自己人在教堂里 人家星期天人家里边的人 这个神父就出来 一片和平唱歌 就在这个唱歌的时候 我一看微博 有网友给我发上来 说你还在拍人的罗浮宫啊 美国枪击死了多少人 所以这个就对我这个环境 跟这个处境啊 就是一个反差 因为在法国 其实到处都是警察 已经很紧张了 美国事先有警告 说欧洲 尤其是欧洲被开幕 这个是最危险的 结果呢 事情却发生在美国 所以一下子觉得 这个世界真是乱乱造造 我刚第一条消息 是说打死20人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 都没太当回事 我是随着这个 一步一步往下进行了 我才意识到 这是个严重的一个事情 打死50人 我看到的最新新闻说 又修改一下 说打死49人 因为我们把这个凶手本人 也算进去了 而且当然对这个细节 咱们都得核实啊 我看到那么多报道 我仅看到其中一个报道员 说呀 这个开头警方在跟他们发生 跟这个凶手发生枪战 说因为警方和他的枪战 导致了更多人员的这个死伤 当然这个咱们不能随便说 这是 不过现在是有很 我这两天看到的评论跟报道 当然也在调查 警方是不是有处事失道 因为本来警方后来在跟他谈判 你知道吗 而且跟这个 中间隔了三个小时 就有三个小时 跟他谈判 然后谈判的时候说 他还表现得非常冷静 理性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疯狂 请注意 然后那么后来呢 就警方决定动手的时候 是用了装甲车 然后用了比较强大的火力 那么这个过程有没有导致更多人的被榴弹 或者怎么样 这还 这也真的还不知道 是 就是说当时说 曾经有一个瞬间 他在一个房间里 控制着七八个人质 然后另一个房间里 有什么十几个人质 你看这些消息都是碎片式的组合成我们的这个图像 来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 这就是这丝一下名阳全球 是吧 这家伙是出境率最高的 就这丝了 打扮的这这款有点像伊德利小流氓是吗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这是民众献血 出了事之后 这个民众排队献血 然后呢 这个是祈祷啊 为这个遇难者和他们家人祈祷 再有一个 这是他爸 他爸被人翻出来 还搞一个自媒体脱口秀 然后呢 似乎呢 在其中 他爸这个装束好奇怪 哎 他爸呢 政府要人 没错 他爸你看还有一个页面 叫做什么 阿富汗临时政府 阿富汗临时政府 塞迪啊 反正是这个立场 扮演总统 不过他爸说呢 也道歉 这是他爸的家 就可以看出他爸的家境还不错 住这房子 这真的是吃美国饭 炸美国锅 哎 这个是洛杉矶 15万同志 说这个以为把我们吓回去了吗 没有 我们要用爱 来对抗邪恶 对吧 来对抗邪恶 还上街这个游行 彩虹示威 哎 这个啊 我 就是你知道我的感受啊 总是这个朴素的和肤浅的啊 6月12号这一天是个什么日子 好像是我们鲁玉的生日 好像还是我们小田的生日 但我 我不确定 但很神呢 这三件事有关系吗 还有世界上看上去没有关系的事情 世界上都是有关系的 你敢不听马克思的吗 这是马克思说的 这是马克思 不是软次三说的吗 这不是软次三说的 软次三都是马克思的辈后辈了 是吧 这是马克思的 软次三说的也就等于马克思说的 这个你要注意 也还有一个事件 同一天 6月12号 在你们上海的浦东机场 对对对 我也看到同时这个新闻 你往西里看没有 这哥们呢 我不知道他现在生死未卜 反正有生命危险啊 就是说他是拿一个那个啤酒爆裂瓶 扔到那个柜台去 哗一扔柜台 听说这玻璃茶子都划伤了几个人 然后拿出匕首就自割 自割最后我看医院出去的报告 左边的静脉 右边的静脉都割断 还有什么环状 这个什么什么软骨 咱不知道上边的 就是气管割断了 你想一个人拿着一个刀 这么割 现在这个这个有生命危险 反正我看到前的前两天新闻是 还没脱离生命危险 气管应该很快就窒息了 他什么诉求呢 这个扑东的这个 这个我也还没闹清楚 不是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哎 我再说在这个附近的时间 不是美国还发生一个 打死一个割星吗 对 知道吗 对对对 那是前一天 前一天就在奥兰多这个西基案的前一天 就有个歌星演唱会 然后有人是专程前来要打死他 打死打死一枪打死就歌星 一枪打死自己就自杀 你知道我说我特别肤浅的一个感受啊 又是那个最朴素的一个提问 我说这些人呢 是找死啊 你看这个这个就根本他起这个意义的时候啊 这个人是不想活了的 不管是上海这个 还是奥兰多这个 还是谁打死歌星 这歌迷什么的 他至少你想过没有 要是一个理智正常的人 他至少你得想清楚是不想活了呀 他还是什么让人不想活了 我的感受跟你一样 我的感受是就是说 人要是不怕死啊 那真是可怕了 对啊 人要是不怕死就就就别的人就要怕他了 我很永远不能理解这种人 因为咱们都是这个什么爱情成可贵 自由价更高 若为生命雇二者皆可抛 对不对 那怎么能不要死呢 就决意要死 这个你怎么看 比如说以前我们读书 我们很崇拜许多烈士 那些人算不算 因为你想想看 恐怖分子这个东西最麻烦的就是 在很多国家或者很多地区 他们还要包养他 还说这是烈士 比如说这一次奥兰多这个事 ISIS出来承认责任 然后一些ISIS的同情者来说 这是个烈士 就你从他们的角度看 他们说这是个烈士 那你因为坦白讲我跟你一样 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不怕死的 想要去伤害人要同归于尽 这种人恐怕人格上都有点边缘倾向 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有些时候这种人呢 在某些情况下 在某些历史里面 我们说他是烈士 很崇高 但是你比如说像这一回这样子 那基本上是个很邪恶的一个人 对不对 那你怎么去定夺呢 这事他爸就说非观宗教 说他仇恨同性恋 说是见着同性恋这个接吻了 这是他爸这么讲 但是呢 这之前要不说现在就是说 他之前又打电话给这个什么调查局什么的 就表示对伊斯兰国效忠 对对埃瑟斯效忠 但是呢 埃瑟斯也表示他是烈士 可是现在我看美国情报方面似乎倾向于啊 不见得是埃瑟斯这个有组织发动 当然不见得 他是 所以说现在恐怖主义提醒最危险的是什么 就是有形有体的埃瑟斯 也许像那个川普一样可以给他炸平 但是呢在网络上接受了这套思想 极端思想的影响的人 独狼式的这种行动 哎你怎么防 对因为他这个情况是这样 埃瑟斯其实是有时候有点像是坐在这儿 等着事发生 让他赶快揽功劳 他把这个当成功劳 他说哎 咋好兄弟干 这根本跟他没关系 是 但那个受他影响嘛 是 这种事其实很常见 所以你想想看像埃瑟斯这种恐怖组织啊 其实最恐怖 我一直讲恐怖主义最恐怖的不是他的组织 不是他有钱 不是什么 而是一种思想 是一种是一种那种思想跟他的感情上的动员能力 然后你就要去研究是什么样的人 会容易被这种思想跟这种感情打动 那么要区别的是这样的人 这样就比较危险 从这个凶手来看呢 很有可能他实际上就像美国以前那种就是犯罪 就是拿枪这个大哥们 但是他打911里边承认我名字叫什么 我这是ISIS这个这个什么 其实是把他个人的一个不怕死的犯罪活动 上升到刚才讲 某种的 什么烈士 就是说某种高的 我是反抗一个什么东西的 这么我觉得他是往上靠 但ISIS就是把他拿来 但是这个实体也不是说不重要 实体在跟不在 我觉得还是重要 你要拉登就是 拉登在跟不在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对不对 你现在他不在了 要认同这个组织 他这个认同性就差 所以我觉得美国 现在欧 你看这次的各处的报道 这件事情是他一石几鸟 穿起来美国最关键的三个问题 枪支管理 同性恋 跟这个种族 对不对 这个阿富汗 欧洲的报纸的报道 我看一个头条 最后 ISIS对抗 US 就是欧洲他倾向于把这个事情 这个IS跟美国 因为他们 我觉得欧洲人心里有点想 从巴黎的事情以后 就美国有点 就是不大管 对不对 不大说他就要把它塑造成这么一个对立的关系 那些也不只是美国 你们听到今天也有个事啊 就是加拿大不是有两个加拿大人 在菲律宾南部 被一些穆斯林武装游击队绑架吗 那么今天加拿大的总理就已经出来说了 他们两个应该已经遇害了 而那个组织也是公开宣布 他们要效忠ISIS的 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事情 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不要忘了ISIS曾经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官方流出 还是有人帮他们画 这一条片子里面 说他们要在全世界怎么样大张旗鼓的干活干事 而里面还出现我们的中国国旗呢 台北的101 这个是他们袭击的目标 对啊 谁说的 IS的网站上 你不要以为跟我们没有关系 这只是美国的事或欧洲的事 不是这样的 这都是我将要去的地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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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比如说你情感导向不太用大脑想的话 你会觉得对啊 你看这又是穆斯林吗 对不对 就是穆斯林专干这些事 让这些外国人入侵我们美国 把他们全赶走 不要让他们入侵 对 川普你干得好 你很容易被唤起这个情绪 可是呢 这种想法呢 我觉得非常危险 就我觉得有时候 甚至有时候我们看了一些 网上的一些评论都说 对这都是穆斯林什么的 哎 穆斯林是什么概念 我们想想看 全世界六个人里面 平均六个人到六点五人里面 有一个是穆斯林 那你现在是要针对这地球上六到六点五分之一的人吗 如果你现在加剧一个对他们的歧视或者是压迫 他们本来已经很多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 你每做一件这样的行动 你都在帮埃斯送人 你在帮他提供新血 你在帮他提供一个新的一批人 而这种恐怖分子 他只要有一个人干过一件事 他造成的结果就是 冲斥你去相信了一些大道 每间商店你都要被检查 对 恐怖主义最恐怖的地方是 他一个人就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他制造恐怖 而这个恐怖是在普通人的心里 对 现在的恐怖分子也许欧洲有几千个 美国有几百个 但是你想他这个如果再一翻的话 他变成几万个的话 难民营里面这些都是温床 所以川普的那个 那个是不能解决问题 那个但是怎么办呢 会恶化问题 但是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 对他和希拉里的选情 你们判断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影响就短期内对川普会比较有利 因为美国因为这是情绪反应 但是我觉得呢 他会造成有两极化 因为今天你看这次大选出选 两个党出选 看到美国人已经非常两极化 我觉得是讨厌川普人在这件事之后 会更加讨厌川普 因为他会觉得说你越是那么做 越容易带来更强烈的冲击 尤其比如说我们要知道 这次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觉得大家忽略一点 因为他针对了同性恋社群 对 美国的同性恋社群或者扩大奖 今天其实不能只叫同性恋 叫LGBT 就是说你是同性恋 双性恋或者夸性恋 这样的一个社群在政治上 他们向来是比较倾向自由派 是倾向民主党左翼 那么这批人呢 今天成为受害者 那么他们会不会转化成支持右翼呢 那是不会的 他们只会更加坚定 像这次洛杉矶大奖就看得到 所以他们会更加讨厌川普 而川普那边的支持者 则会更加强烈的支持他 也就是说这件事是会导向美国的 那个两个极端呢 更极端 川普是支持拥枪的 对 支持拥枪 OK 这就另一个问题 从来民主党从奥巴马到希拉里 都是主张管制枪戒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看看民主党政府 能不能够现在的政府 把这个议题成功转化 从这个针对穆斯林 转化到一个再次变成一个枪戒问题 你想按照川普那逻辑啊 那他可以等于说 说你看这次这夜店里发生的事 如果那些人手上都有枪 他能得手吗 我觉得可能更惨 这家伙打起来 人民战争了 那这是人民战争了 真想不出来 如果你是美国的参议员 如果你帮他们做这种政治的决策的建议 你觉得应该往哪方向走 枪戒管理肯定应该加强 当然 同性恋不能反对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移民的这个管理 你怎么加强 这个人是保安公司的 是国际有名的保安公司的 我觉得他是实际上 他是属于啊 即便是美国管制枪械了 他这种人都是可能拿到合法持枪执照的 因为他干的就是这个专业 是吧 而且还有两次 就是两次接受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最后就发现没有更多的证据 就放弃了 那还他还拥有这个合法 所以其实还是跟枪戒有关 就是说如果你被联邦调查局怀疑 比如说他现在枪戒买的太随便 他这次用的那个AR-15吧 还AR-16是M16的改装版 半自动步枪 杀伤力非常大 你这种枪在美国可以随便买 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 那个社会的两极分化 我提供两个例子 我闻到刚才讲的很具体的例子 我有认识的美国人 就跟我说如果床破 如果Trump当选 我就移民 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了 就是我不做美国人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的 多数的人会支持这么一个主张的人 这个国家不是我要想加入的国家了 有的人愿意 这是一种态度 另外一个 我这到苏格兰啊 跟一些英国的农民 就是这个弱势群体的人谈 我原来觉得英国人脱什么欧嘛 这个大家都说英国人脱欧 经济要收很大诊息 GDP会审视 对不对 在我们看来这个 但是现在的民调 52%的人支持脱欧啊 你到苏格兰 你跟英国的这个传统小店里边的 那些老头那些人讲 那个你就听到他们的呼声 那这个就是怎么简单来说 这个世界乱纷纷 我不想跟你有关系 你明白吧 这其实也是一种美国人的 白人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英国是多厉害的一个国家 这个世界到发展到今天 过去一两百年 就是英国人制定的这个次序 但是就是现在这帮英国人 特别是那个男人 他们想清楚了 欧盟是控制不了的 资本主义的 以为能够征服前社会主义的 这种信心 他也不存在 南海民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有这些事件 包括川普这个也是 美国里边的这种 欧洲孤立主义的情绪的出现 所以英国你看 这次今年就很难说啊 脱欧这个 所以最后全遍看客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想起前一阵 这个沙特外长 沙特外长长得挺帅的 就是沙特外长在一个场合被一个记者提问 那个记者大概就讲这个ISIS 就说他的确是按照伊斯兰的这个这套规矩啊 这个法典呢 怎么怎么建立的 就问他这个问题 这个外长呢 答的相当好 当然我的学识不够判断 他说的是不是真理了 但是我就觉得这下会聊天 就是他聊的特别好 没法让人不给他掌声 你可以看一段这个沙特外长 每个 religion has perverts and psychopaths who try to hijack it ISIS is as much Islamic as the KKK is Christian don't they have a cross don't they do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and Christ don't they believe that Christ compels them to lynch and kill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can one really say that the KKK is a Christian organization for anyone to argue that Daesh is Islamic is preposterous in the Islamic faith the Quran reveals that you have your faith and I have my faith and you're free to practice your faith and I'm free to practice mine what greater sign of tolerance and acceptance do you have than this in the Islamic faith it says he who kills an innocent soul is as if he has killed all of humanity and he who saves an innocent soul is as if he killed as if he saved all of humanity what more what better example of compassion and mercy do you have than this so if you look at what Daesh says and you say it's in the scriptures doesn't the Old Testament say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if somebody does it today would you say they were Christian or they were Jewish 这位老师 你知道他改变 我一个印象 我就发现 我原来以为 他们穿这个衣服的 像过去 咱们觉得离得很远 好像老感觉 是不是还不是 特别现代化 后来我有点迷上他 我这一看他的资料 我这种人 他都是英美大学 受的这种教育 大国的精英阶层 你看跟人讲话 声音温柔 对吧 这个入情入礼 然后呢 完全了解 你们西方这些价值观 这么跟你聊 你知道吗 不过他说的是对的 刚才那段话 起码就那段话来讲 因为你ISIS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 你都没办法说 他是一个 伊斯兰的 正统的伊斯兰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公开的 抓别的信仰 别的部族的女孩 当信奴 你找不到任何的法典 去支持这样的做法 信奴 你知道他是 前阵子不是又绑架了一个部族的几十个女孩 围起来当他们的士兵的信奴 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国家 很积极的 在推动穆斯林世界去对抗这个 ISIS是哪一个 叫印尼 因为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就我们平常常忽略这一点 而印尼的伊斯兰 被认为是一个温和伊斯兰的典范 那么最近 印尼是以国家的力量 他总统出面 拍了一段片子 大概八十多分钟 就在讲什么叫伊斯兰 然后开宗民意就说 要散布他们的想法 去对抗ISIS的危险的事情 是